政經 關不了 關不了 政經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在立法院最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又開始討論到底法官官說施壓 還有內部政治干預司法這種事情太多了啦 就拿蔡英文的這個案子來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法院檢察官 這個犯稱的司法官是怎麼樣在惡搞 更不要講到我那天講到我說行不上大夫啊 在司法院在法務部所有的法官貪賬枉法通通都沒事 除非呢這個案子就一個人涉案 那這個人涉案的情節呢已經被媒體揭露了 比方說我說被譽為史上最貪的檢察官陳玉珍那個案子 而且他自己已經認罪了 其他的通通都沒有事嗎 我講過最令人髮指的案子就是 一群司法官包括了大法官庭長 包括了檢察長 衛高權重還有這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委員長 一群人竟然在幫這個壞人犯罪的人做司法黃牛 還包括了你看檢察官劉成武專門幫什麼 幫建商為事 還沒完 還去幫這個詐騙集團當法律諮詢顧問 你看看這種情況你最讓你覺得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這些人被揭露了之後 通通都沒有刑事責任 只有一個行政處分啦 扣扣薪水啦 你不會覺得太離譜了嗎 好在立法院的法治司法委員會當中呢 接下來這個質詢啊 質詢的人是民眾黨的立委啊 黨邊黃國昌 然後另外一個呢受被詢的人是司法院的秘書長 這個答詢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司法人員是如何的傲慢 好我們接下來請司法院的秘書長 秘書長我上次啊質詢的時候 我跟你公開檢舉啊 我問說請問行政庭的庭長可以施壓迴避 要求法官上簽自請迴避嗎 我那天質詢完了以後啊 高等法院馬上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我在立法院的質詢啊是純屬誤會 我們行政庭的庭長沒有我所說施壓的情勢 我們分兩段啊 這個新聞稿真的寫得太藝術了 他的意思是哪裡哪裡有誤會 他是沒有要法官去自請迴避 還是有要法官自請迴避 但是只是請他自請迴避沒有施壓 到底是哪一個 這向委員說明 那麼我們 我們有接到這個 就是上一次執行之後我們有請高院提出這個報告 那麼高院有提出這個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麼我們會 會加以這個釐清啦 加以釐清 那個高院提給你們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提供給大家 那這個 這沒有什麼秘密啊 這個 這個我們 這個就是說 這個在憲政運作之下 各院之間有一定的權責啦 那都要按照原則來 律師長 我先提一下 各院有權責 這個我同意喔 現在本院啊 包括我個人沒有要代替法官審判 但是這一種在審判外的行政施壓 是全體國人最痛恨的行為 立法院當然可以監督啊 按照現在高院給你們提供的資料 高院喔 發新聞稿喔 指著我的鼻子 說我純屬誤會 那就要跟大家講清楚到底是哪裡誤會啊 行政庭長有沒有下去 要法官叫他自請迴避 有還是沒有 這個我們會 本於權責來釐清啦 這麼簡單的問題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這個各院齁 宴記之間有一定的這個 依職權 依權者來處理啦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宴記之間有權責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不能問 這個事情全體國人沒有資格知道 這個當然我們 任何作為都要接受檢驗 對啊所以我現在就要檢驗請你回答啊 那因為這個都涉及到相關人的權利義務啦 那個這個 在整個我們民主法制化的過程 這個也要有何無一定比例原則來 來加以 請問我剛剛請教你啊 這個行政庭長有沒有下去叫這個法官自請迴避 這件事情是哪裡違反比例原則啊 這個我們會 會來釐清 會釐清 需要多久的時間 這個 我們有一定的這個 我們會事實來釐清啦 事實是多久 半年 一年還是兩年 我們當然會合乎實語 合乎實語是多久 一個月夠不夠 這個 我看因為這個涉及到 每個人的他的權利義務啦 那該進行的程序 我們還是要進行 因為 同意啊你該進行的程序要進行嘛 那我只是問你要多久啊 連這個都答不出來喔 這個是個院 我們事實法院有一定運作 我們會當然 就按照你們運作的規則 你就給大家一個答案 你要多久嘛 這個 不是 我們會按照我們的這個 本意權責嘛 那當然我們的做法也一定要接受檢驗嘛 喔對 所以本意你的權責是要多久 然後你說要接受檢驗 我站在這邊問 你又不回答 在那邊跟我打高空 我問的問題很直接 而且我不覺得我問的問題 有哪裡違反比例原則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有沒有叫他下去自己迴避 有還是沒有 這個就涉及到 院際之間齁 司法院有分內的權責要釐清嘛 這不屬於司法院的權責嗎 是我們屬於我們的權責 對啊所以我 所以我問你需要多久啊 我們會本意權責來釐清嘛 對所以你需要多久 那這個過程我們一定要接受檢驗啊 接受檢驗 我是不是可以拜託主席啊 請他回答問題啊 我真的喔那個 主席你應該是算蠻中立的在聽吧 主席你應該是算蠻中立的在聽吧 有 因為這個東西跟個案審判 沒有 不是事實層面的東西 這怎麼會是院際之間的那個呢 這不是吧 這個是你們就應該處理的事情啊 司法院也有一套穩定運作的模式啊 我知道院際是因為法官獨立審判 你們不能介入嘛 接受社會的檢驗嘛 你不能介入的是獨立審判 並不是說就這個 這個 這個程序上面或什麼 這有問題你們不能管 我們的處理流程當然都要接受檢驗嘛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們 所以我就問你處理流程要多久 有這麼難回答嗎 當然司法院要本於權責來處理啊 你當然要本於權責來處理 我現在就問你要多久啊 那這個不是數學體的問題啦 這個本來 這不是數學體的問題 你們要求法官一審什麼說要終結 多久要終結 要不然就要管考 你們可以要求法官 立法院不能要求你們喔 院際之間有一定的分際啦 有一定的分際 所以你就是沒有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對了 並不是要不回答 我的回答就是這樣 那個這樣好不好 就是說因為他就是 民主黨這邊一直沒有回答 民主黨可不可以給那個黃委員 一個確定的時間 大概多久內你可以給他回覆 這個不是數學體啦 我覺得在我們一個這麼做 所以按照你的說法啦齁 司法院等於自己的權責 我調查要半年要一年要兩年要三年 立法院都不能問 社會大眾也不能問 是這樣嗎 你下這個命題 我不同意啦 好 那你就把你同意的時間跟大家講嘛 我剛剛講這個 我們是一個民主法制社會 是 那任何人有 所以發生這麼誇張的事情 立法院不能監督 基本的權利義務啦 對嘛 所以我現在就要請教你嘛 監督這些 監督這些事情 是不是立法院可以監督的 這個我剛剛強調嘛 各院之間有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法官內部可以搞這種事情 立法院不能監督 社會大眾不能問 司法院這麼大喔 我們當然要接受 社會各界的檢驗嘛 這個一定 而且 你怎麼接受檢驗 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不回答 要給你時間 你要不講時間 按照你今天的說法 就是要搞多久就混多久嘛 這種講話我並不同意 不是啦 主席 我一定尊重後面的委員 他完全在浪費大家的時間嘛 他有回答問題嗎 這個就是我的回答 我的回答 沒有啦因為齁 如果啦 我這樣講 如果容許這樣子的回答 以後大家都不用尋答了啦 我懂啦 每一個齁都說 有怨濟之間的權責 彼此之間要相互尊重 什麼時候要給答案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用計之間要彼此尊重 那這個齁 這個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就很明確 司法院對這問題根本就不回答 我想這就是結論嘛 這個結論我不同意 我們再時間再拖下去也沒有 這個結論我不同意 沒有那個 所以你什麼說要回答嗎 民主長 這個也不是 我看就這樣齁 我們就不要再爭執了 不要耽誤到後面委員的時間 所以我並不是說不回答 我的回答就是這樣 那個 所以也不要記下結論 因為也問不到結果 好嗎 不是啦 我這樣講好了啦 如果 我們放任 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以後大家都不要監督了 大家通通不要問 本院本於權責 願記之間要相互尊重 所以你問的問題我無法回答 但我一定會接受社會大眾的檢驗 你在講什麼空話 我們會後請他們說明好了 這比較不好意思 我們會後請他們說明 OK好 觀眾主席 好 謝謝 嗨 我是凱西助教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款優質水果 來自日本富山縣的柿餅 感受自然與傳統的美妙融合 用符合標準的新鮮日本柿子製作 一顆顆吊掛烘錢約20到25天 因此柿子是粗的柿霜 都會完整保留 職人一一手搓揉捏 以均衡果實內的水分與甜分 最後再使用炭火前造收尾後整形 造就一份份享譽國際的士兵品牌 人世間的糾紛 不外乎 愛恨情仇 金錢名利 命運在自己的手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誠實善良的心 成就美好的事 以賽亞書第一章十七節 學習行善 尋求公平 解救受欺壓的 替孤兒申冤 為寡婦便屈 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陽光 我們必定灿烂 我們不斷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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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o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urfed this sea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be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own I've moved to reflect What's the point of having us But we love this week 除了我以前很年輕的時候跑過司法的記者 我在跑司法記者的時候 這些你們台面上看到這些什麼總長都是小咖 我那時候跑新聞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在跑司法警政的時候 那個時候警政我跟為什麼我認識侯友宜 那個時候的司法我認識的人現在大家都已經退了 幾個就是司法院的法院的大官 那好我們來看看我們來解讀剛剛這一段 剛剛這段是什麼呢 就是黃國昌質詢司法院的秘書長吳三龍 跟吳三桂不知道什麼關係 好這個質詢吳三龍 我覺得吳三龍的態度真的是你很惡劣 我坦白講他就是那種沒在甩你那種 你不要碰我我是司法 真的我們待會來講司法能不能碰 好高頓法院的前行政庭長洪宇智涉嫌施壓成審法官 這種案子是因為陳真法官受不了 可能去把這個東西爆料爆出來 高院的各級法院施壓這件事情 平不平凡 當然平凡呢 如果今天這個檢察總長 現在當時的北檢檢檢查長 邢泰昭沒有施壓黃偉 黃偉會把他這個黑金組會接下來 然後會同時在3月31號給了一個起訴書一個不起訴書 會這麼瞎嗎 會完全不調查有利於這個被告的證據嗎 所以 但是我覺得黃偉湯在這個地方呢 嗯 用施壓這兩個字啊 可能就會讓這個司法院的秘書長吳三龍拿到把柄 因為施壓這件事情要白紙黑字 而且施壓這件事情要有直屬關係 要有權力對等關係不對等關係 要有權力的從屬關係才叫施壓 所以這個也是不會質詢啊 這種事情不叫做施壓 這種事情叫做官說或者疏通啊 因為行政庭長跟一個承審法官之間未必 有直接的權力附屬關係 好 那麼高等法院剛剛你看看啊 這個吳三龍說純屬誤會 請問你 純屬誤會四個字 那是誤會 那請問你那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不是那是什麼呢 完全不回答 所以我剛剛講像這樣子的質詢啊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在回答 沒有把這個立法委員放在眼裡 所以很多關心我的朋友說 旁邊你去選個立委就好 你去當了什麼什麼就好了 以現行的體制下 狗廢火車沒有用 我寧可著書立說 我寧可把這些惡官的嘴臉寫在惡官書裡面 把它一本一本的送到美國國會 一本一本的把它送到這個英國的國會 英國的這個圖書館 我覺得這對社會對歷史的貢獻反而比較大 不然你看啊 這個東鄉失火了去滅東鄉 西鄉失火了去滅西鄉 你永遠沒有辦法解決嘛 要嘛就是當總統可以改革一切 但是當總統還要有魄力 那你要當總統之前呢 你還要去積斬自己的這個 非法積斬自己的財物 弄個什麼什麼皮療之類的 所以台灣的政治基本上 不是讓整個老百姓的公平正義跟生活 往正常的方向去發展 好我們回到這個案子啊 黃國昌呢問一些有關於司法的案件 為什麼會施壓 為什麼會這個有關說的情況 司法院牧師長這個吳三龍啊 就一直跳針啊 還提醒黃國昌說 要注意願計分計 願計願計 他的意思是說喔 司法這玩意兒是大得沒膨的啦 就是說司法是不可以干涉的 你們任何人來談司法就是干涉司法 請問你司法為什麼不能干涉 司法干涉了所有的東西 為什麼人民不能干涉司法 我請問你什麼叫做不能干涉司法 今天行政 立法 考試 監察 所有的人都歸司法管 台灣只有一個人不受司法約束 叫做蔡英文 其他的每一個人都被司法管束 而且司法可惡的地方在什麼 他真是大得沒膨的 今天選舉有沒有做票 牽涉到總統選舉有效無效 最後誰說了算 全民都沒有算 沒有一個人說了算 一大堆人監票 一大堆人提出證據 完全沒有用 一個人說了算 就是那個成審法官 你運氣好碰到三個 運氣不好碰到一個 他說了算 今天政治人物有貪污沒貪污 誰說了算 法官說了算 要判你無罪 還是要判你12年 誰說了算 一個法官說了算 所以今天的司法 已經大到這種地步 沒有人節制 這個事情太恐怖 好我們來看這個質詢網 往下看 黃國昌在問說 這件事情要怎麼樣的解釋 結果司法官員的秘書長說 這個叫本於職權處理 黃國昌說 你能不能去把這事情搞清楚 司法院的秘書長 吳三龍說 我們會加以釐清 黃國昌追問說 那要多久才能釐清 對 所有的質詢都要問 行政官員 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或者什麼時候可以回覆 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限時 一定要拿個馬表 跟行政官員說 給我兩個的星期 請你答覆 結果呢 這個司法院的秘書長 真的大到這個國會 還是一個反對黨的黨邊 問說 什麼時候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完全跳針不回答 會加以釐清 真是傲慢啊 好那接下來 這個案子的本身是這樣子 黃國昌拿出一個投影片說 內容涉及一些TDR的金融詐騙案 這個不法獲利高達4.9億 這個金融犯罪者呢 在2023年的3月 他呢 呃 在被檢舉說 他透過公關公司啊 宣稱說 這個案子啊 這個TDR司法是一個冤案啊 那他也請高 這個公開檢舉說 高院的前行政庭長 洪宇智啊 施壓這個涉嫌施壓 這個涉嫌施壓呈呈呈呈法官 這就是黃國昌呃 說到這個部分啊 我覺得對 今天我們要檢舉一個人 一定要有名有姓 這才會造成壓力 不過呢 我還是剛剛講這句話 行政庭長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職權可以施壓呈呈法官 這個我覺得 恐怕施壓這兩個字呃 被抓到了把柄啊 好 那如果今天上級 比方說院長可不可以叫法官 說你要自行回避哦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 這很簡單嘛 今天我們告張永慧這個案子啊 所有就是我們我們要求張永慧回避嘛 他回避的道理很簡單啊 因為他成了我的被告 成了張靖的被告 在二審被打臉 案子發回更審到一審 他還是要繼續當 對不對 我們用了各種方法請他回避 他都不回避啊 他說回避不是我的責任 你去看看張永慧的答辯狀 包括了法官的這個判決書 說明了分案這件事情 不是從分案這件事情 不是法官的責任 那不是法官責任誰的責任 上級的責任呢 上級的責任是誰 就是分案小組啊 分案小組誰督導 法官法院院長督導啊 所以當這個法官被我們要求他 因為他違法嘛 他這個顯然是違法裁判嘛 因為二審講得很清楚嘛 這個審判呢有嚴重瑕疵 他不回避 把責任推給了上級 現在黃國昌質詢這個案子 哎 這個上級呢 去施壓成審法官 法官說 哎沒有啊 這個司法院院長說沒有啊 審判是獨立的 這純屬誤會 請問你純屬誤會是什麼意思呢 那你講清楚嘛 什麼樣的誤會嘛 好再來 黃國昌就問這個司法院的秘書長 吳三龍說何來的誤會 那吳三龍說 他說這個相關的權利義務啊 他們會來釐清 那黃國昌就問說那什麼時候才能釐清 這吳三龍就開始跳針喔 他說司法院有一套自己的運作模式 這是牽涉到院記問題 這院記問題什麼意思 立法院你沒有權利管我司法院的事情 錯了 今天包括總統在內 因為立法委員是人民授權的 所以請這個吳三龍呢 去把憲法的精神弄清楚 舉凡是人民授權的事情 人民本身不管是從總統也好 到這個司法也好 個案也好 人民都可以表達關心跟參與 這就是民主政治 那立法委員是代議士 所以當然可以 這沒有什麼院記的問題 法院檢察署沒有大到不能碰 當他們違法的時候當然要檢舉 再來我要講一件事情是 司法院檢察署最喜歡講什麼 這個是個案 個案我不回答 包括了陳建仁被政政前質詢 有關於我的案子被 跟蔡英文的案子 他說這個個案我們不回避 請問你啊 個案我們不回應 蔡英文總統涉案 現任總統告人 這怎麼會是個案呢 還有 哪一個弊端不是從個案生出來的 為什麼個案不能問 這個坦蕩蕩的個案 你都已經進了法庭了 都已經公開了 都已經公開審理 都已經可以接受旁聽了 這又不是偵查不公開 請問你個案為什麼不能評論 那有什麼不能評論 而且我們現在在節目中 我們每天都在評論個案呢 為什麼不能 因為這些不只是個案 而這些是冤案啊 你看看今天 司法院的那一群高官 去包庇一個 這個無良商人 去惡整整死了一個巴黎銀行的經理 這個是不是個案啊 這個個案的背後 Пос抵襲到多少個司法高官 100個啊 送了多少件襯衫啊 至少送了50件以上的襯衫 抓到的就已經50件了 這個襯衫 難道真的是襯衫嗎 這些高官司法惡官 這麼喜歡穿襯衫嗎 那這個案子叫做個案 不會幫你嗎 太荒唐了 台灣的司法真的要徹底的整治啊 好我們再往下看 那么这个案子 就是这吴三龙就不回答 那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谁 叫做吴中宪 那吴中宪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他稍微协调一下 他就告诉这个司法院的秘书长吴三龙 说那这个要回答 可是吴三龙就不理他 继续跳针 愿计问题啊 愿计问题啊 个案啊 愿计问题 结果呢 这个主席吴中宪 竟然就这样妥协了 回头跟黄国昌说 不要耽误委员的 其他委员的时间 这个案子是不是时间到 就到此为止 作为一个主席啊 不是当计时器 如果是一个马表的话 找个AI就可以 机器人就可以 干嘛要你吴中宪呢 我觉得这个吴中宪 还没有综艺咖的吴中宪 要来的灵光啊 这个时候你要记得 当被达巡 当达巡的人 在跳针的时候 视同什么 时间暂停 视同他剥夺了立委的权力 视同他没有回答 这个时候不是让立委 要求主席说时间暂停 主席才时间暂停 当一个主席应该看着马表 数一下 在答询的过程当中 这些回答的官员 有多少人在浪费立委的时间 你自己把这个时间扣掉 如果立法院的每一个担任主席的人 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那些想皮皮要脱过15分钟 天下无难事 然后下次见面呢 可能再经过三个月半年 然后再经过几次 他就去高官领他退休金的那些 法官或者是各部会的这些恶官 用这种跳针的方式 识问虚答胡说八道 要不然就是拉高嗓门 跟立委对骂的方式 来拖过那个15分钟 如果今天立法院的主席 都能够秉持立委 执询的这个权力 守住这一关 只要不回答立委答案的 不管你讲什么 你唱国歌都一样 就视同时间暂停 那你看看这些恶官 还会不会这样拖 人世间的纠纷 不外乎爱恨情仇 金钱名利 命运在自己的手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诚实善良的心 成就美好的事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七节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替孤儿申冤 为寡妇便屈 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阳光 我们必定灿烂 前面是什么事 我们必定灿烂的心 科兰ь荣徒 我们必定灿烂的心 我们必定灿烂的心 没钱 我们必定灿烂 我们必定灿烂的心 这样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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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法务经理 查询经理啦 只要一两个人 再加上收买的那个人 就叫这两三个人 全部打通 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人两三个人是 主管这项业务的人 最后其他人就觉得 反正他都这么说了 这个事情跟我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看法务经理都这样讲 那我就配合吧 这就是今天所谓的 两三个人在上班的逻辑 好 林医师这个案子就是 吃死了行政院 只有两三个人在上班 再加上他位高权重 是个秘书长 所以他怎么恶搞呢 他收费了6300万元 最经典的是 他把这些钱呢 因为藏不下了 怕被起出来 把这钱丢到鱼池 后来被逮到 那这个案子的本案是 牵涉到说 这个林医师要要求法官回避 他讲到法官回避 这我又是 我又是非常专业了 我待会来跟大家讲 我真的是 经历各种各样的法官回避 好 林医师收了6300万 他用立委跟秘书长的职权去施压 那这个中纲 当时他是当时他是立委 还不是秘书长 那我们再看看他如果立委他都可以这样施压的时候 当他掌握了行政权都是秘书长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案子 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追下去的 我常常举个比喻 今天如果你逮到一个小偷 你不要以为他这一辈子就这一次失丰 就是这一次偷东西 他一定是偷了一大堆才碰到你 这次失丰 就好像看到一只蟑螂 你不要以为你家只有一只蟑螂 至少有50只只有这只被你看到 好 我们再往下推这个逻辑 林医师当时用立委去施压 那中纲要拿下这个一个 反正就是一个案子 一审判定什么 他认为这个案子跟立委的职权无关 所以就用公务员假借职务 这不是他的职务 恐吓罪判5年6个月 5年6个月 天哪 各位 5年6个月你还记得吗 这个金房部的参谋长 洗衣机7990块 判了12年 花东司令部2880块 判了4年半 军备局少将2800万 判12年 同众业5万块 判3年半 现在这个林医师6800万 判5年6个月 还好到了高院2审的时候 认定立委行为 跟他这个施压的东西是有关的 而且呢 就用这样的理由判了贪污罪 12年 结果更衣审却用了一个新的见解 叫做法定职权说 意思就是法定的职权呢 立委并没有发包预算的权利 所以判4年10个月 怎么越判越轻啊 来最后大法庭的统一见解认为 把它改成叫做负条件的实质影响力说 又发回更审 所以这个案子呢 看起来对林医师可能不太有利 表示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庭 对于二审的看法呢 不同意 所以又把它发回二审 这个来来去去的过程中 好 首先 我要讲的是 大水库理论 这件事情全世界 只有用过一次 就用在马英九身上 所以他没事了 那实质影响力这事情呢 全世界也只用过一次就用在阿扁身上 所以阿扁有事 现在林医师来了 生了一种新的东西叫做 负条件实质影响力 我们的法官真是了不起啊 我们的法官应该去参加什么 盧森堡发明展啊 还有这个德国的这个日本东京发明展 真是厉害啊 真是会创造这个 太厉害 行而上行而下 signify it signify 真是无所不能掰 好 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原因在于 原本高等法院3月1号要开庭 因为这个最高法院把这个案子打回嘛 回到二审 所以看起来呢 这个二审会有可能对林医师不利 但也很难讲 因为二审曾经判的是 呃这个四年十个月啊 法定直权说 现在把他发回更审又回到了二审 叫做负条件的实质影响力说 我真是觉得这些人真是够了 原本3月1号要开庭 快了 已经过了啊 刚刚过没有多久 但是因为林医师申请法官回避 而被取消 那林医师申请法官回避的理由啊 有点好笑啊 其实这个案子如果啊 我们纯粹就法律的立场来看 如果他不是林医师 他是任何一个人申请法官回避 应该要严肃一对 对 为什么 因为表示这个被告也好 这个原告也好 不信任你法官 请问你 法官啊 你还没有判决之前 当事人就不信任你 你还有脸坐在那判决吗 啊 我认为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法院要尊重人民 因为极有可能 这个被告是 苦在心里口难开 可能他知道说 透过律师界知道说 这个法官是专门收汇的 可能也知道说他的对照 比方说像巴黎银行这个案子 可能他很早就知道说 翁茂宗在后面已经行汇了 所以要求回避 结果到目前为止 我听过的 几乎没有一个法官回避 连张永慧这种 这么明显这么恶劣 法庭诈欺乱七八糟 而且当庭被我告 事后还被张静告 被李振华律师告 都不用回避 好 这个是我个人对 回避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们先不管是不是零意识 好 那我们再看看黄国昌说的 他说这个案子最后 真的是有个行政庭长 施压上千 所以这个案子就是 变成了回避 刚刚讲的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行政庭长要求施压 施压 但我个人认为那叫官说了 因为这叫做没有实质影响力 好 林义士这个案子果然因为这样子而延后了 案子延后 这里面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在申请法官回避的过程当中 从来就没有因为我申请了法官回避 所以就把案子延期 完全没有 所以这是两件事 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小老百姓申请法官回避是理都不理 那为什么前行政院秘书长 林义士申请法官回避 法院还会慎重的来裁定 这个我是完全不能理解 那是不是官大学问大 是不是这个鱼池里面的钱发挥了作用 这个我们不知道 最后 司法院的秘书长怎么解释 他说 没有这件事 没有上千字请回避这件事情 立委所说的施压是纯属误会 特此澄清 那我看这件事情我是这样看 今天立法院去质询这些个案是对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 因为所有的弊案都是个案 第二件事情 审判中的案件可不可以质询 当然可以 因为难道你要等到人被枪毙了 像江国庆这样子才去质询吗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一个观念 今天不是干涉司法 是导正司法 当然如果今天质询的是错的 干涉的是错的 法官大可以完全不要理会 对不对 现在连被揪出来有舞弊 就像我们在蔡英文这个案子当中 一连串的司法舞弊 一连串的司法舞弊 我把它写在恶官书上 已经写得这么清楚了 而且句句都是实话 不然美国国会图书馆怎么会收录呢 不信你去拿一本胡说八道的东西 你看看你叫1450817写一本来骂我的书 你去收我怎么样怎么样 你把我骂一顿 你看看这个书 美国国会图书馆会不会收 他们不是笨蛋 他们会去看一看这个书的可靠性 然后看看你原来这都是法院文件 他们对法院文件提出质疑 然后再一看法院的判决 真的是这样子 这么离谱 当然他们就觉得这是一本好书 而且还推荐 好 法官呢 究竟办案的时候出现很多光怪陆利的事情 立法委员可不可以问 可不可以介入咨询 当然可以 但是这件事情看完以后 我觉得就整体而言 有一个大问题 是大哉问 就是台湾的司法选择性办案 所以就没有说这个网汇 就是家来带我 做个事 他是整体自在在这里 是一个的 就是这个网场 有一个的网票 就是这个网票 都没有做事 我从这些网票 就是这个网票 就是这个网票 你不要选择 的那些网票 romantik 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网票 就不要选择 网票 咣不干 還收人家襯衫 通通都沒事 這像話嗎 那些被判刑的洗衣機7990塊被判12年 參謀長2880塊被判4年半 同仲彥5萬塊都不攏被判了3年半 軍備局的少將2800萬判了12年 那林醫師6800萬要判幾年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今天台灣的司法法治委員會的這一些立委 我講的包括過去在那90%都是酒囊飯袋 完全沒有在維護台灣的司法公正 那黃國昌呢 是他除了蔡英文以外他其他就敢碰了 問題在於蔡英文的案件 才是我們今天要徹底解決司法的根本 為什麼 因為總統如果可以干預司法 請問你庭長為什麼不能干預司法 他一看 蔡英文的案子被干預成這個樣子了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不能弄呢 形態招在光天花日之下 把一個加重誹謗罪弄到黑金主 這個事情沒有人揭露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了 行政庭長當然可以去 對不對 去麻糬麻糬一下嘛 去修修修修修一下嘛 這個不是很正常的事嗎 所以這個問題的根本出在哪裡 大家應該要搞清楚 今天不但要干預司法 而且要干預個案 要讓這些司法官知道 你不是大得沒膨 所有的罪惡都藏在個案當中 而且個案要挑 就要挑那個最大的 影響層面最多的 牽涉人員最廣的那個 莫非於蔡英文的論文門 所以蔡英文的論文門 當中的司法的惡劣行徑 這個不去碰觸 那所有的司法改革 不過就是作秀一場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嗨我是凱西助教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款 優質水果 來自台灣屏東的特產 莲霧 顏色紅潤 帶有光澤 得起黑珍珠名號 每一口都充滿著自然的甜美 靠著南台灣的充足日照 孕育出 香甜多汁 果肉飽滿的莲霧風味 這份清甜可以從莲霧顏色深淺 探得 顏色躍深 代表果肉的熟度 與甜味 無論是清新的早晨 還是夜晚的寧靜時刻 這份獨特的滋味 將帶給您愉悅的享受 為您的生活增添一絲美好 人世間的糾紛 不外乎愛恨情愁 金錢名利 命運在自己的手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誠實善良的心 成就美好的事 以賽亞書第一章十七節 學習行善 尋求公平 解救受欺壓的 替孤兒申冤 為寡婦便屈 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陽光 我們必定灘烂 成功 俗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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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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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接下來會有幾棒會繼續陸續的來追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台灣公平正義的源頭 我剛剛講 這件事情進了法院以後 是整個司法體系的源頭 如果這樣的案子都不辦 那後面就會有骨牌效應 台灣社會永遠永無寧日 因為不會有公平正義實現的一天 好 因為鄭政行委員的質詢 所以林環牆教授在他的臉書上立刻發文聲援 而且提醒大家要重返論文門 要把過去的這一些蛛絲馬跡 已經90%人都已經忘了 再強調一遍 大家要集結 要重返論文門 好 林環牆教授在3月19號的 他的臉書上面這麼寫的 他說 揭開蔡英文冒充英國法學博士的 犯刑的五份報告 總統府蔡英文現在只敢欺負立法委員 正正前 對於我講的 對於林環牆教授講的 他完全不敢回答 坑都不敢坑一句 我麻煩總統府發言人林玉禪 你的師父兩個都被我告了 黃崇雁 張敦涵 一個已經被告 一個即將被告 我歡迎你加入這個行列 我請你聯名戴姓的點名我 好不好 讓我有一個機會 可以來告你好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看看 林環牆教授臉書的這篇文章 他在2024年的3月19號 在臉書上面說的 國民黨正正前立委 在立法院就蔡英文論文門 質詢行政院院長 陳建仁跟教育部長潘文忠 他列了一個連結 質詢全程錄影在這裡 歡迎大家收藏 而且不斷反覆的看 首先感謝正正前委員的持續關心 林環牆教授說 在此建議所有關心論文門的 醜聞的立法委員 能夠好好的仔細閱讀 下列五份本人撰寫的第一首報告 如此 希望會有助於委員們 對這個國際性學位詐騙的醜聞 提出嚴密而犀利的質詢 會的 如果在新的這一個會期當中 這些教育委員會的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委員 繼續視而無見 我會把他們的所作所為 放在惡觀書的某一集的中間 我會把這些人的名字跟照片都列在書上 讓大家看一看 冷漠跟殘酷是孪生兄弟 殺人的人固然殘酷 可是見到別人殺人而不說話的人 那叫冷漠 他們兩個是孪生兄弟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 林環香教授說 他說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本人在英國行政法院的申訴 已經上達了高等法院 並且取得了勝訴 高院法官命令一審的法官 要更換法官 怎麼沒有人說這叫做施壓 不公平的事情 把它糾正過來 這不叫施壓 把正確的事情 用不公平的手法 把它顛倒是非 這叫做施壓 司法院秘書長吳三龍 你搞清楚了嗎 接下來 好 這個林環香教授的案子 被要求換法官 回到一審重審 目前一審行政法院的重審 已經進入了實質案件的審理階段 就是已經進入事件的實質審理階段 所以 這個案子 目前還在 這個味覺當中 這個沒有決定到底是因為拖延 是因為這案子有點複雜在拖延 還是因為在等蔡英文下台在拖延 還是因為蕭美琴 或者是誰把這個錢還沒有送到在拖延 這個我們不知道 都有可能 再來 林環香教授說 不過這份裁決報告隨時都會下來 我不是很在乎裁決報告到底公不公平 因為我們手上的武器實在太多了 你把這個案子吃了旁邊還有另外一個案子 至少 可以讓蔡英文一槍斃命的證據 保守估計啊至少20個 隨隨便便講就至少20個 所以英國法庭除非你下次規定嘛 只要有蔡英文三個字就不能成案 那你敢這樣做那我也就服了你 對不對 不然的話蔡英文你跑不掉的啦 林環香教授臉書上還說 他說 以下是揭開蔡英文 冒充英國法學博士繁型的5份報告 大家拿筆記好 要不然就是要上臉書去把林環香教授臉書 仔細的看著 他的每一份報告都有連結 直接點進去就可以 第一份報告 第二份報告是最經典的報告 是2019年8月27號 獨立調查報告 冒號蔡英文博士論文的與證書的真偉 好這個是林環香教授的獨立報告 這個開響了打響了第一槍 這是倫敦起義的第一槍 第二份是2023年的9月16號 在瘋傳媒的林環香觀點 蔡英文博士學位的最大破口在哪裡 第三份報告是2023年的9月28號 林環香觀點也是在瘋傳媒 監視英國自由資訊揭露 倫敦政經學院早就知道 蔡英文博士文憑有疑 第四份報告是2023年的10月18號 林環香觀點也是在瘋傳媒 倫敦政經學院學生記錄表 蔡英文當年只提交兩個論文章節出稿 跟一個大綱 這個部分就證實了 我們在2019年一開始 我們就力排眾議 我個人認為蔡英文根本就沒有進到博士班 她只是進到了博士班的Proposal口試 就是說 她根本沒有去參加博士論文口試 她根本沒有寫她的博士論文 她只寫了大綱 果然就是如此 她根本就是在transferring的過程當中 提出了她的博士大綱 結果被Brian Hindley 給打槍了 那當然因為她現在提到的這些人 反正 所有人 她就是脫過了她的老師的壽命 所以很多時候已經找不到當事人來證實 好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她沒有進到她的博士班 她就拿著她的 敲博士班門的那個Proposal 我們叫做論文寫作的大綱 來冒充她的學位 一路詐騙 在台灣的部分呢 則是利用勒馬飯店跟林口飯店 收買了台灣的高層官員 包括政大包括親父會包括教育部 一連串的收買 到後來還收買了外交部 還有外館 才會有自己認證自己的證書的 荒唐的事情 結果自己認證自己的證書 就被英國的查詢經理 跟博士學院的副院長當場打臉 放在我們的惡官三的封面上 The Thai English Certificate is clearly fake 對不對 陳建仁你不會不懂英文吧 你說判文中不懂英文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 好 那陳建仁應該不至於吧 這句話聽不懂嗎 好我們再看林環牆教授 他說 第五份重要的文件是2013 2023年的11月6號 林環牆觀點 牛津大學依法揭露胡志強博士口試詳情 但是倫敦政經學院跟倫敦大學承認 沒有蔡英文的口試記錄 這五篇通通都是瘋傳媒的 通通都是林環牆教授的整理的報告 各位 不管你智商是57還是157 不管你懂不懂法律 懂不懂教育 你把這五篇有系統的看完 頂多頂多 兩天台灣的立法委員 台灣的政府官員 請你們把這五篇看完 不要再繼續裝傻了 林環牆教授最後說 他說 這五篇當中 有系統有脈絡的整理出 蔡英文整個詐騙的所有證據 也要特別感謝瘋傳媒 如果沒有瘋傳媒 沒有一個地方會這麼完整的收錄 論文門的所有記錄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在真言的22章16節 欺壓貧窮 為要利己的 並送禮於護婦的 都必缺乏 意思就是說 欺壓窮人 然後去賄賂有錢人的這一些人 都會受到懲罰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就算冒陷了 此未來 有一個人在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